食物球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如果未来两星期的疫情发展比上星期5号 大年初四才有望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他又说经过这波疫情 相信货机机组人员日后抵抗之后 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政府因应疫情还未受控 延长防疫措施多两个礼拜 去到大年初三 食物球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讲话 不考虑只是收紧多一个礼拜再检视 是不想市民再失望 都是以谨慎起见 因为我们也不想像过去那几波 其实整个疫情如果是收收放放 其实都是会那个时间是长的 我们一定是希望要清掉它 令到我们是通关有望 政府日前说除非疫情明显逆转 做到疫苗气派的处所 年初四开始可以获逐步放宽限制 那怎样定义呢 陈兆史就说是由病毒即时繁殖率等 多个因素去判断 就算放宽 营业时间等等 都不会即时回复到收紧钱 整体的原则 都一定要比现在好 因为现在还未完全受控 都是一个逐步放宽的 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 所以我们都会平衡风险 明白到食肆大家都是很期盼 可以例如开晚上的堂食 这个都会是首要 还有我们也有跟他们 是大家开始了去探讨 怎样去做疫苗气泡 他说期望年初四的时候 能够推出检查针卡的手机应用程式 给业界用 正研究显示的资料 要不要包括接种者的样貌等等 他强调就算下个月底 疫苗气泡全面扩展 不代表疫情爆发的时候 酒吧等等的表列厨所 不用闪门 要视乎整体大环境是否有需要 这一波的疫情爆发 是源于政府豁免国泰货机机组人员 抵抗之后的检疫 又有人员不遵守 首数天留在家的公司规定 陈兆史相信为了确保风险可控 这些人员日后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至于多少天就视乎情况 我相信这个都是基本 都是为了保障大家 我想全社会的安全 当然也明白需要有市民的 所要用的货品 和整体经济 生活所需的一个平衡 但是一段检疫的时间 这个也是必需的 第五波疫情下 检测一度要大排长龙 检疫中心的安排也有混乱 陈兆史说今来的措施收紧得很快 具挑战性已经不断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 陈介人报道 我们由所有流行病学的资料 我们是很同意 今次迫确在两个不同层数的 隔离房间出现了交叉 那大家看回所有资料的时候 就发觉这家酒店过去 从来都没有收过Omicron 之前主要都是收Delta 到一月才开始收Omicron病毒 有这个可能性的病毒 带菌进来 发觉有这个情况出现 我们做那些烟雾测试 大家可以看回这个图 你看到 这里就是1205 这个1206 我们做那些烟雾测试 发觉 壁国那些空气是可以 由1205那边走去1206那边 还有在不同的位置 房间的下面 最下面那一米的地方 门那里 那些空气逼得可以走出来 接着流去那边 然后在上面那三分二的地方 走回入房间 同样来说 413 在走廊那里 那些空气逼得由413那边 走去414那边 而差不多所有的空气 所以在414开门都是涌入房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414的房间 那温度是基本上 和走廊的温度没有差异的 所以有这个情况就是 它很容易可以走进去 那我们有 你见到 它们其实在走廊那里 已经有三个空气清新机 但是在房间那里 就还没有安装空气清新机 那石上酒店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明天都已经可以 安装空气清新机 那我们看过那些CCTV 就发觉其实 在其中一次的情况之下 有一间房 它开了门之后 出来拿东西 接着30秒之后 另一间房就开门 那就应该是413 414那里发生过 那我们都是怀疑 其实每一次当他们开门的时候 那些如果那个住客本身 是真的带了病毒的时候 他必须可以在开门那一刻 将病毒放出去 在走廊那里 那些空气飘过去旁边那间房 当对方一开门的时候 那些空气就可以进去了 而造成那个污染 那我们这里的基电工程署的专家 已经做过那些 每一间房的气流有多少 那我发觉呢 是可能真的需要调教他们的先锋系统 令到那个空气那个分布会好一些 就是派风去每一间房会好一些 希望能够达到超过六个门气 每一个小时有六个门气 那现在计算是必须有一些房 是未去到六个空气改变每一个小时 那这个可能是需要多些调教 新增确诊个案包括昨天列为初步确诊 41岁货机机仓女清洁员 病毒基因排序 同早前由尼日利亚 美国等输入个案相似 另一个确诊者是维园跳舞群组 北角城市花圆 一个73岁女患者的74岁男的家人 至于初步确诊小过10宗 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是住在香港仔 东盛道4号的23船女人 他在铜锣湾渣甸街 Little Box寵物店上班 潜伏其内和四个朋友 渡过尤麻地海底捞火锅店 也渡过湾仔瑞景酒店居住 初步发现报告显示 北戴有L性2R变异病毒株 怀疑感染Delta变种病毒 当局会继续调查源头 本港新增11宗新军病毒个案 当中8宗属于输入病例 其余和之前群组或输入个案相关 专家相信 游麻地海景斯例酒店 其中2层楼的4间房出现交叉传播 昨日列为初步确诊的 43岁巴基斯坦瑞女人 最新证实确诊 他递降后 入住游麻地海景斯例酒店 完成21日检疫回家后 第26日让本程阳性 调查显示 他当时入住的1206号房 隔离房的一个71岁尼霍尔男人 今月6日检测阳性 当局同时发现 4楼13和14号房 早前亦有3个个案先后确诊 病毒基因排罪非常相似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视察后 认为都是由于空气流向 将病毒由一间房吹到隔离房 那些空气是可以由1205那边走去1206那边 房间的下面最下面那一米的地方 门那里那些空气逼得可以走出来 接着流过去那边 然后在上面那三分二的地方 走回到一间房间 同样来说 413在走廊那里 那些空气逼得由413那边走去414那边 而差不多所有的空气 在414开门都是涌入房 那我们看过那些CCTV 就发觉其实在其中一次的情况之下 有一间房他开了门之后出来拿东西 然后30秒之后另外一间房就开门 那应该是413414那边发生过 香港剑击选手张家朗再扬威国际赛事 继东京奥运拿到男子花剑金牌之后 在世界杯巴黎站拿到冠军 成为第一位赢得这项赛事的香港剑手 香港运动员再次成为世界冠军 左手边世界排名第4的张家朗 由64强开始有惊无险杀入4强 遇上世界一哥科干尼 张家朗继东京奥运16强 再一次大胜这位对手 今次赢15比4晋级 到决赛面对着世界排名58的盧佩里 张家朗早段打出6比1领先 就算对方一度追近 张家朗仍然以15比12保住胜局 历史性奪得花剑世界杯冠军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 祝贺她和教练团队 又说深信香港体坛仍然蓄势待发 政府会和新一届立法会 加强沟通合作 支持运动员专业发展 期望下届政府可以采立 政府架构改组建议 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全力统筹相关工作 民政事务局也送上祝贺 又提醒张家朗今日会 火拍着队友在团体赛胜 呼吁市民为他们打气 无线DC记者黄志谦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